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天花板级别的航拍无人机 我们可以看一下到底怎么样它到底有几只眼睛 它的前方有两只眼睛 我们打开它的一个四个折截机壁 后方两只眼睛 上方两只眼睛 包括它的底部还有两只眼睛 加起来总共是八个眼睛 四项避障 它的上方的是两个摄像头 看没有 上方一个长焦镜头 下方一个哈苏相机 并且搭载的是一个三轴的智能防抖云台 来我们现在把它放在地面上 这样我们这个螺旋展开 让它飞行的更加的平稳 我们再来解锁电机内巴解锁电机 好飞机开始转了 左手往上推我们飞机就会起飞 来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飞行的姿态 可以说是达到一个纹丝的不动 我们再旋转一圈 依然是非常非常的平稳 我们再把它飞高飞远来看一下 它的一个实时拍摄的一个画面 非常非常清晰 它最高能拍摄5.1K 50帧的高清视频 并且它的摄像头还支持一个28倍的数码 变焦放大功能 这边有只牛 我们来把这个牛给放大来看看 看看这是一个公牛还是个母牛 来咱们继续把它放大 这个牛可以看到它身上长了很多刺拖 似乎发现我们在看它 它有点害羞的感觉 我们再把它缩小缩小的 看我们这个牛到底看到多远的距离 来我们再把它遥控器关掉 看看我们这个机器在失联的情况下 它能不能自动的飞回来 现在这边遥控器为连接手机 先把掉 将它放到我们这个边上 看看我们这个天花板级维的航拍器 在关掉遥控器 关掉手机 拔掉速度线的情况下 它能否自动的飞回到我们洗飞的地方 这款机器的话 它有三项返航功能 一键返航 关掉遥控器返航 包括我们的飞机 机电呢 它也会迅速回到洗飞的地方 现在飞机打了双闪 再开始下降了 它飞远的话 飞行距离能达到一个15公里的一个距离